另外这个更多东西 跟我们台湾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请教一下介大使 介大使对台积电有研究 台积电在4月中的法说会的时候 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今年下半年 我们要量产3奈米 2奈米 量产的时间大概是2025年 越小它的技术含量 困难度也比较高 但是韩国的三星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手 上个星期说什么呢 未来几周就可以量产3奈米 未来几周 这个速度完全是超车我们的台积电 但是当然了 很多专家说 超车没有什么用了 他们的这个量率 没有我们好啊 等等 但是人家韩国是有企图心的 先超车再来弄量率也可能 还有这两个讯息 你要加在一起看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 开打将近70天的今天 两个讯息不要单独来看 加在一起看 放在国际的大背景看 它的意义就不一样 日经亚洲告诉你 日本跟美国要携手 携手干嘛呢 生产2奈米以下 更高阶的制程晶片 而且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日本的经济产业 这个大成呢 5月2号要去访问美国 就要跟那个商务部长雷蒙多 你记得雷蒙多吗 就是之前不断的说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资讯 都要秘密资讯 都要交给他的那个人 预料两个人就会正式宣布 晶片合作计划 所以看到没有 第一个南韩三星要超车了 第二个日本美国更厉害 2奈米都要拿出来了 然后呢大家看看 张忠谋 4月19号的谈话 你还记得吗 张忠谋非常非常的专业 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美国发现啊 天啊不得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能老是靠台湾 靠日本靠韩国 但是他们没有制造人才 成本又高 所以执意这样做呢 非常浪费 很昂贵 白忙一场 美国做半导体 比台湾贵五十倍 其实台积电是受害者嘛 台积电被要求到美国去设厂 但是后来呢 搞了半天补贴的公文 都还没有过 也就是说台积电现在咬着牙 在做这个事情啊 还有这个Business Korea 南韩的这个商业杂志报道 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那么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可能会在2025年重塑 那拜登不是五月有个亚洲行吗 亚洲行他要去日本 要去南韩 不管顺序如何 现在非常可能 到南韩他渴望去访问三星 这代表什么呢 他当然是说代表以美国为首啦 要排除大陆的半导体 供应链等等 然后呢 这个联盟会加入什么 台湾 南韩 日本 然后呢 当然这是南韩的难题啦 南韩也不想站队啊 我干嘛去得罪 对不对 但恐怕被美国逼得 非得要站队 大陆跟美国之间 你得要做一个选择 但是南韩的问题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管 我们台湾的问题吧 其实介大使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美国的思考是可以理解 还有分散风险 那现在呢 九成以上的晶片是由台湾 那台湾呢 有中国大陆的阴影存在 万一 虽然美国有A计划 有B计划 真的大陆打来的话 要把我们台积电炸掉 高科技人才接走等等 但是未来 万一这个计划 有所闪失 没有落实的话 那是不是台积电晶片 就落入中国大陆的手里 在这个思考之下 它开始分散风险 拉拢三星 拉拢日本 那我们台湾还有什么价值 当这些都可以取代台湾 当我们台湾的生产量能 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减低的话 未来会不会有一天 台湾守不住 就是这两个字 抛弃 抛弃台湾 这个台湾呢 这个美国会觉得 放在天品上衡量 我值不值得再为台湾 付出这么多的麻烦 努力或者代价 现在就是抛弃的 这个超前作业 抛弃的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现在先部署 所以这叫累抛弃吗 我觉得也好 就让这个 让这个三星跟日本 跟美国先做2奈米3奈米 这样子看他们的成本有多少 对 起码给我们台积电压力小一点 因为台积电那个 那个六个5奈米的厂 事实上被压过去的 被等于说 用只是没插军队了 就是直接办法 可是问题就是 全世界的这个高端晶片 我说就差不多 5奈米以下的 这个高端晶片 所有的这些生产的器具 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面 所以今天你台积电 怎么讲呢 不服从美国的命令 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第一个光刻机 在美国手里面 第二个呢 这光刻胶在日本人手里面 也就是化学原料 那还有一个美国掌握到一个很大的杀手键 就是这个 这个晶片的设计的软体 也是美国独家独有 所以你今天你要设计晶片 你要制造晶片 美国都可以掐得住你的脖子 所以台积电事实上我觉得 当然啦就是说 如果三星也可以掌握3奈米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落入大陆之手 这个忧虑就稍微小一点 那现在你这个日本 也要跟美国一起生产 2奈米以下的晶片的话 那台湾的这个 我美国的担忧更少一点 我想对台积电应该是一个好事 台积电就留在台湾继续生产 那因为台积电事实上的话 张东某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生产的晶片绝对是最 怎么讲呢 是价钱是可以压到最低的 你今天你到美国可以生产 你到日本可以生产 可是问题它的成本就是很高 你要把这个整个晶片的成本 往上提的话 是全世界的消费者 大家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负担 这个并不符合经济效益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我也不太认为中国大陆很容易 被这个好晶片的这个产业 完全隔离 拿不到晶片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它有市场 你全世界生产了那么多晶片 事实上你要卖给谁 美国生产了一大堆制造晶片的设备 你也要有人卖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 28奈米的产品 它现在已经可以量产 14奈米听说也在进入量产的阶段 可是就14奈米以下它说穿了 大陆就得靠自己 美国是不会给它一点技术的 美国也不会提供 也不会让市场那个产品可以随便 没有经过同意的 这种大概14奈米以下的晶片 中国大陆想要先要过美国那一关 台湾要卖给大陆也好 日本要卖过大陆 韩国要卖过 都要美国同意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不管台湾日本还是韩国 你今天你如果得罪了美国 美国把你的这个生产机具 它把你扣下来 你即使有再多的人 可是你没有机器 你也生产不出来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 不过我是讲 我是觉得就是说 美国当然现在要掌握这个晶片 第一个 台湾以外的生产基地 最好是在美国 这是它第一选择 这个就是它的超前部署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这些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还是要超在美国手里面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韩国要反抗不太可能 你光一个光刻机 你就没办法反抗 你台湾要反抗更不太可能 日本都无法反抗 所以美国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掌握绝对优势 当然它要掌握它的 那它针对的目标是什么 针对目标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我就是 很多高端的晶片 我今天我不提供给你 你就自己靠 就靠自己吧 因为你光看这个 华为的手机怎么倒的 就是因为高端晶片没有了 那五奈米以下的完全断货 全球都在晶片荒 完全 它给你封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话 人家说 它事实上靠它自己力量的话 科学的东西就是说 你可能五年 你可能更长一点 它还是就出来了 可是问题就没有 它出来以后 中国大陆的市场 别的国家也做不到 那现在市场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当然 这个都是在高端晶片这一块 这也是台积电现在领先的部分 不过我真的不是说 看虽我们自己台积电 不过我又觉得台积电 这个二奈米三奈米这个领先 一定会被追上去的 一定会被追上去 现在三星已经做了 日本跟美国也要做 只是说它的成本比你高而已 因为美国或是欧美各国 在考虑两岸关系的时候 除了考虑它的战略位置 考虑所谓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之外 一定会把台积电放入思考 台积电是台湾很重要的战略的一部分 所以当日本能够取代 当三星的超车的时候 我们的台湾战略的重要位置 相对就下降了 对相对就下降也好啊 也好 这倒是一个 太重要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会被 因为我们太重要 被这个重要性给害了 我们看到美国做半导体 比台湾贵百分之五十 大概贵差不多一半左右了 所以以市场的商业竞争来讲 是不划算 因为美国大部分的人才 走的是高阶管理 像那种基本的生产线上 他们的人才比较少 工也比较贵 其实我是不太愿意说 张中 因为张中模式 它是真的专业 不过我从商业角度来看的话 你这个半导体 你这个高端晶片 包含你贵百分之五十 美国政府很简单 就补贴那百分之五十 给厂商就解决了 给厂商 人家那个 他只要他要生产 现在听说补贴都还没有拿到 对他会补贴 他会补贴英特尔 英特尔前一阵子也宣 也宣示他要拿这个 他要做二奈米达 英特尔是纯美国公司 英特尔有什么本事 做得比台积电的成本更低吗 绝对没有 可是他为什么敢生产 美国政府很简单 你的成本比台积电 贵百分之五十的话 那百分之五十 美国政府出 就解决了 美国优先 对美国优先 自己的倾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种比较大的一种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两到三平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物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 285